那監察院纏到最后 我们也不会有事 面对监委近日调查 北流1.9亿争一款 控制信心满满喊出 我该我负责 监院要查也不怕 不过这债要算谁头上 科奖市府继续隔空交火 北流这个1.9亿的调节反向 会用垫付的方式 接下来最快10月开议会通过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行支付 不要让他每月产生80万的利息 那之后我们就会编在 113年度的预伤 或追加的方式来偿付 那之后我们都会向文化部来争取 台北流行乐中心 由文化部台北市政府 共同出资新建 当时因为工程进展延宕 新建的经费 从原本的45亿元增加到60亿 2020年成立之后 三年过去了 至今还有1.9亿的工程款项未结清 加上利息每个月80万 累积已经破千万元 奖市府决议先垫付 柯文哲又有意见 那现在奖市府他说 什么要编预算 觉得那是不对的 上市的时候我就下一道命令说 以后所有不确定的支出 特别是这种 法律诉讼案件的赔偿款 一律不编预算 全部用二倍金解决 坚持要用二倍金解决 柯文哲更批评文化部回韩太慢又不付钱 不然在他任期内就可以结案 但明明是柯文哲任内留下的烂摊子 蒋万安背锅 还要背嫌 这也让蒋市府不忍了 直接开呛 其实如果拍影片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很多问题早有解决 那就算真的是要去等 这个文化部的回文好了 去年的9月 去年的10月 去年的11月 将近大概100天左右的时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公文 正式跟文化部之间去进行沟通呢 其实也都到目前为止 一直是以读不回 柯文哲大动作拍影片 喊冤之余再批奖市府 颜看利息是越滚越多 1.9亿怎么还 恐怕不是互相甩锅就能解决的事 借郭欣扬 张书涵 台北报导